随着文创产业是越来越蓬勃了 市面上出现了许多创意感十足 而且具有文化意义的文创商品 像是用手工染色的金龙棉纸做的包装米 提把超复古看起来就像开了一朵山茶花 在外园内方的满字杯中 存下一个个的铜板象征柴园广进 而这个挂满铜钱的金钱树轻轻一拉 也成了创新的存钱筒 两个大红色的杯子配成一对 就是双喜临门 而这个双喜雕饰重新组合 进成了一把尺 毛笔的笔杆轻轻一转 又变成了办公用的原子笔 传统的文化成功展现在现代的创意小物中 就连每天吃的米包装也可以很不同 用信封带装米上面还有油搓 或是装在小学作业本中创意十足 而这个用大红色棉纸做包装的金龙米 上面则是有龙的涂样 取自易经的见龙在田 力见大人 表示水龙带来雨水滋润田地 上面的提拔也是沿用古代包装的方式 就是希望吃米的人也能感受众米人的辛勞 而这个山茶花蜜罐也大有玄机 我们想要把深山里面的这个山茶花 就是呈建出来嘛 所以特别请了这个纸雕老师去设计图案 然后一层一层的打开 那你打开这种花 因为是你开它的 所以它是独属于你 从纸雕的包装体验花蜜取得的不易 而这个功夫杯则是印上了四五十年前流行的客家花布 要大家在花语喧嚣中找到雇往的价值 魂状商品不只是商品 同时也是希望大家能多感受生命中的点点滴滴